大家好,我是常米 今天是2020年2月12日周上 现在是下午的3点51分 失败的程度是1度 晴天 昨天一场大雪 造成今天学校停课 公司也是停工 所以说一天宅在家里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遇到一个事 我的住户朋友在那边 今天刚好是周三 是社区倒垃圾的时候 本周是倒这个绿岩式垃圾 这个朋友呢,就微信一个闻查说 他说呢,倒垃圾以后呢 发现这个,六岩式垃圾桶的 这个桶盖不见了 我们就查了这个 我们本来是说 雪霍特地坡这些地方是有卖的嘛 我们就查了这个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它是哈利法克斯的一个 哈利法克斯的这个 城市服务的官网 你直接点进去 他这个主页去了以后 就是讲关于家庭 关于这个 可回收的 这个可回收 这个是垃圾 回收 和这个 这个就是 绿岩式的 这个垃圾桶 在这个绿岩式垃圾桶里面呢 他这个上面的官网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 假的说你需要一个很小的这个 绿色的垃圾桶的话呢 你可以去申请 我们呢 其实我们就符合哪一条呢 我们就是符合这一条 这一条 就告诉你呢 假的说你需要去 修 一个垃圾桶的话 你就要打311 你就可以去了 所以说呢 当时呢 我们就打了311 打了311以后呢 我们也跟他说了我们的语言不好嘛 让他说慢一些 他跟我们说了 后面呢 得到的结果是 他问信了我们的姓名 地址 联络方式 告诉我们呢 10天内 就会有 有 有人过来去修理 因为我们 主要去问清楚嘛 对不对 因为这边 假的说上面服务 一般是很贵的 嗯 但是他告诉我们是 for aid 就是讲不用钱的 嗯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 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 哈利法克斯的 这个是 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 假如说你的 嗯 垃圾桶 爆了 或者是盖子坏了 丢了 什么东西的 嗯 就爆故障给311就行了 拨打311的电话 嗯 就他就会告诉你所有的这一切 应该怎么去处理他 嗯 另外呢 大家看到了这个网站上面 是还有一条的 就是 1点到 6点 是在这个路边是不能停车的 就是哪怕你有 啊 没有限制你停车 但是在冬季的时候 他是不可以停车的 就是 明天的 上午1点到6点 到6点 这个进行令 还是 open night 这个进行令 还是有效的 就是 所以说 嗯 你不会把 这个车停在路边 就跟我们这个 住的这个 我们这边这个小区 因为是大嘛 所以说大家都不会停 很少停路 停路边的 但是 就是那种 嗯 等于是 就是不是我们这种 幻想夜里呢 就是那种大的 社区里面呢 嗯 他们也是不可以停路边的 都是要停到自己的 925位里面去的 因为 这会影响这个 出雪 因为昨天的雪就是已经有 可能有二三十公分嘛 嗯 这个 出雪车 他是不会 就是讲 你因为你停在路边 他出路边的雪 他就出不到 道路上的雪 他就出不到 所以说 是不可以停的 他会 假如说你停的话 轻则呢 就是讲呢 会用雪 可以买了你的车 重则呢 是会拖车 把你的车拖走 呃 呃 呃 缓缓的 好吧 今天 因为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 就说个这个嘛 因为 呃 呃 这也是我们享受啊 这个桥这个地水 呃 呃 应该带来的好处吧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说这些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